歡迎收看邱世欣核定本 就到每週一次關心烏克蘭戰場 最新戰況的時間了 歡迎邱世欣邱老師 本週這個戰況 大家都關注的就是狐利達爾 這個曾經我們在兩年前 曾經講過說俄羅斯 這個海軍陸戰隊 是如何在這座城市呢 損失傷亡慘重 那兩年之後呢 竟然就是必須說啦 這個變化來得非常的快啊 在可能在兩週前 大家還沒有想到說 這座城市可以變成 如今這樣即將陷落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這個請邱老師 幫我們解析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樣我們要從北往南啦 來看起烏克蘭戰場的 整體的戰況 那這是什麼天氣圖 天氣圖 對 就我們希望我們的節目 能夠用比較接近真實戰況 對真實戰況 還有從專業軍事的角度 去看很多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大家看很多的新聞 或者是資料來源 大概都會覺得 上一週雙方的軍事對抗強度 忽然瞬間就是從上上一個禮拜 到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好像大家集體在休息 很多地方的戰況忽然就極速的在降溫 那看不懂為什麼極速這樣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只好 請大家 我們不是氣象專業的節目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讓大家知道 因為孫子兵法裡面講 就是天時地利 然後缺一不可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讓大家先理解說 現在當下 在整個 整個俄乌戰爭的戰場上面的天氣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 今年比較特別 我們必須要先說 就是今年比較特別 今年 雨季的 這是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的封面 就是我們看到這道封面 今年的封面 其實比往年要晚了大概兩週 所以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整個 就是目前遁孽刺客這整個區域 這是過去很多年沒有看過的 今年是非常乾 就是甚至有人用乾旱來形容 就是基本上在現在這個季節 這一道封面 這一道封面 其實應該已經要移動到這個地方 但是今年大概晚了兩個禮拜 所以我們看到最新的 我們看到最新的情況是 這個雲帶已經在這邊 那這個雲帶會繼續往東面移動 那一旦移動到哪邊 那個降雨就會瞬間開始 就是一直開始累積雨量 那我們知道蘇美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距離 蘇美開始下雨的時間 也大概就不到一週的時間 所以其實大家都在 因為接下來會有一段時間的壞天氣 所以不管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 其實前線的士兵 其實這才是標準的做法 就是你真正有作戰經驗的 你的 你的 該 該拿到比較高的位置 因為有很多東西不能泡到水 就該拿到比較高的位置 應該該去做防潮的處理 還有很多 你在前線的站好 應該要注意排水的 也都要注意排水 就跟我們現在在台灣 在颱風來臨之前必須要去做防台的動作一樣 那這個動作其實不是只有 烏克蘭要做或俄羅斯要做 因為你在戰場上交戰 這些東西其實雙方都要做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雙方還是會繼續完成他的戰術目標 但是這個戰術目標 你就必須要因為因應天氣的情況去做調整 那什麼叫做因應天氣的狀況做調整 就大家看到衛星雲土的雲這樣子 那在這個雲層 抵達的位置 第一個會影響到就是 空中 從空中來的情報的資源 然後第二個就是無人機基本上都不能飛了 也是在下大雨的那幾天 雨勢很大的情況底下 雙方的無人機就不能出動 那不能出動就不會再有什麼自殺無人機 或者是像柳葉刀這種無人機 那在那個情況底下 指揮部跟參謀都必須要因應這個情況 特別去比如說盡量去 盡量去避免做風險比較高的部署 或者是盡量避免去在這段期間去發動一個 連續時間比較長的攻勢 這是壞天氣帶來的影響 那當然打仗是不分晴天雨天的 就是你真實的戰鬥你還是要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為可能降雨的情況去多做準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上一週基本上雙方的攻擊頻率 不管是在北面還是在東面 雙方交火的激烈程度跟規模都在下降 那我們預估這個可能要等到雨季真正來臨的時候 那雙方事前的準備就會在雨季的這個階段接受考驗 那這個是我們要先讓大家理解 其實我聽老師這樣講 所以現在起碼在烏克蘭戰場上面的地面戰鬥 在無人機沒有辦法被這個保障使用的情況之下 然後大家就會相對的停頓起來了 對也就是說因為現在對 尤其對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的炮兵火力是落後於俄羅斯 所以一旦天氣不利於無人機行動 其實會對馬上對烏克蘭的前線的火力支援能力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可是反過來講 反過來講 這樣對烏克蘭來說其實反而是個機會之窗 對 因為烏克蘭原本在被無人機釘死 然後釘死之後就會有 你就會被俄羅斯具優勢的火炮給威脅 那現在無人機沒有辦法 就是也許它因為天氣的關係 所以它沒辦法很完整的覆蓋整個戰場 那不是反而是烏克蘭的機會之窗嗎 它就可以 這個都是連動到優勢的火炮 就不會發揮作用 這個都有利有弊 因為火力的部分目前 炮兵火力烏克蘭沒有優勢 它主要在前線的火力都是由小型無人機來彌補 炮兵火力不足這個部分 所以一旦雨天一直持續 你少了小型無人機的資源 那你的炮兵火力跟俄羅斯的炮兵火力 相較之下 俄羅斯的炮兵火力優勢又會被放大 那同樣的對俄羅斯來說 它現在的炮兵火力又非常的依賴 前線無人偵查的無人機回報的坐標 所以雙方在雨季的情況底下 作戰型態其實都是有影響的 那任何一個指揮官在訂定大膽的軍事行動計劃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把雨的這個 把天氣的這個因素考慮進去 那如果說今年的雨季很短 就是可能雨季 雨季持續個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因為已經晚了嘛 那接下來冬天要來了 所以雨季會在相對的時間結束 因為接下來就下雪就會下雨 那我們就必須要來評估說 那雨季長跟雨季短對誰比較有利 假設今年是一個比較短的雨季 就是大約是以往雨季的一半 那會對誰比較有利 雨季短當然是對進攻方比較有利 所以現在整體在戰場上面是進攻方是俄軍 所以雨季短其實對俄軍是相對比較有利 雨季長其實對烏軍會比較有利 所以這個天氣我們 我們從天氣來看的話 我們因為我們也沒辦法算命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今年的雨會 真實會下到什麼情況 我們只能大概預估 我們大概會知道 今年是一個相對比較短雨季的年份 但是會短到什麼程度我們不知道 比如說現在應該是在整個 整個戰區應該在下雨 就比照去年或前年其實現在應該在翻江期 但目前還沒有 也就等於說 因為天氣所以俄羅斯多了大概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的攻擊窗口 這個是實際的情況 那一旦進入到雨季 接下來 雙方的應對就比如說 在我們預估在庫斯克的這個方面 因為庫斯克這個方面 烏軍希望的是能夠盡量擴張 所以在庫斯克這方面 下雨的話對烏軍會比較不利 那在東線的話 因為是俄軍在進攻嘛 所以東線雨勢的情況 其實會影響俄軍進攻的進度 所以我們就看雙方的 在雨季的情況底下 到底哪一方 對抗天氣的能力比較好 OK 好 那老師要跟我們從整體情勢開始說起 我們先看整體的情勢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解釋 就是因為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雙方的交火的頻率跟規模都在降低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就總結就是 北面庫斯克的方向是相對穩定的 然後北方也是相對穩定 但是 我們在紅軍城這個方向 就是中央戰術集群這個方向 我們看到俄軍 就是在小規模的輪調跟調整之後 目前有部分的作戰區域 開始在繼續往前推進 那雜波羅熱跟蒂涅伯河 這個區域都是相對穩定的 所以我們先讓大家知道整體的情況 但是在穩定的區域也是會有 比較激烈或比較特別的作戰行動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主要會著眼在這個部分 OK 好 那這個我們 我們看到其實 如果一直 如果有一直 為什麼這麼精準的還到小數點第二位 34.17公里的這樣子的一個正面 為什麼會這麼精準 因為我們是用 用谷歌地圖的測量去實際上量 所以我們可以很準確的得到 所以我這樣看起來它是 它是又進一步被壓縮了 在庫斯克這邊的烏戰區又進一步被壓縮了 是這樣子嗎 應該這樣子說就是 我們先大致上跟大家解釋 我們如果把這個整個作戰區域 其實在庫斯克裡面 作戰區域其實還是可以分成 這是東面 然後這是西面 那我們知道 當俄軍 俄軍嘗試在這個部分前進的時候 烏軍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介紹 烏軍最好的策略就是在俄軍的 側翼或他後面 開新戰場 對開闢新的戰場 那事實上 烏軍也是在做這個動作 所以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以95鋁為主力跟21機械化 就是95空度鋁跟21機械化鋁為主力 然後再加上第一坦克鋁 還有其他的支援的部隊 大概這裡的兵力集結的密度是 上個禮拜集結的密度是 大概這個區域裡面最高的 那他們要做的 烏軍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打算在這一線 就是撕開一個破口 然後能夠直接進到 能夠拿下格魯斯科沃 那格魯斯 當你可以拿下格魯斯科沃了以後 你就可以直接威脅到 這一整群的 一整個區域裡面的 這裡面有一部分俄羅斯的200旅 然後還有俄羅斯的空降76旅的一個團 然後還有155海部旅 155海部幾乎全旅在這裡 也就是說當拿下格魯斯科沃以後 你別的不說 最起碼這次終於可以坑到155旅了 那這個就是希爾斯基的計畫 只是說截至目前為止 就截至到我們現在節目播出的時間為止 我們看到烏軍還沒有 烏軍還沒有辦法突破 圍色勒這一線 俄軍的防禦 就是烏軍還沒有辦法突破 圍色勒這邊的俄軍的防禦 然後你正面沒有辦法突破 所以 這兩天 這兩天 這兩天希爾斯基改變了戰術 他既然正面沒有辦法突破 他想要從左邊跟從右邊 繞過維色勒 然後繞過維色勒以後 繼續往格魯斯科沃這邊前進 所以這一線 雙方的交迫非常的激烈 所以我們現在在看 庫斯克已經不是在看 庫斯克我們剛剛講 東面的這一塊區 而是在關注在西面 這個小區域的變化 因為這個小區域的變化 會影響到 這邊俄軍所在的位置跟未來 就是在這邊的 俄軍的小的作戰集群 那這個小的作戰集群 相對的戰術位置 是受到這個位置的影響 所以俄軍為什麼沒有在 沒有在上週繼續往東面推進 其實因為一部分 一部分你一定得要回來 幫助這一線的防禦 那這個就是希爾斯基要的戰術目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希爾斯基是 希爾斯基將軍是一個 側翼攻擊的大師 因為最起碼 他用這樣子一個攻勢來限制俄軍 往東面繼續突破的 戰術目的已經達到 那你是沒有辦法忽略 只要在這邊集中的兵力足夠 就是希爾斯基只要在這邊集中的 集中的兵力足夠 那俄軍就不可能忽略你在後方受到的威脅 所以一定會一定會減慢 切掉這個補給線的時間 那我們從戰術的角度來看 希爾斯基這個是非常精準 而且也是應對的一個標準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雙方 就是當然有不同的立場 有時候都會講說 希爾斯基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人的名字素的影子 就是你既然已經到這個位置上面 就通常都不太可能是隨隨便便 所以你會有一定的實力 所以不要低估 烏軍在希爾斯基在側翼打擊的這個指揮的能力 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好 那我們看 那當然整個庫斯克的戰場 現在的焦點已經不是在這邊了 因為你必須先解決這個側翼的問題 一旦俄軍可以防守側翼 而且可以把烏軍的攻勢堵在 維斯特勒這一線 接下來俄軍就會繼續該做的事情 那目前俄軍有一些正規軍 是從東面開始往這個部分移動 那什麼時候要解決庫斯克 我們還無法預期 因為現在有一個壞天氣很快就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在前面講說 天氣對戰場的影響 這也是一個受影響的區域 只是說在這個地方受影響的 烏軍會比俄軍嚴重 那現在像柯雷諾 烤修克這幾根 幾根已經縮起來的手指 在最尖端的地方 烏軍沒有要回撤嗎 目前還沒有回撤 因為目前也不能回撤 因為你回撤的話 可能就會又跟阿富迪夫卡一樣 又被俄軍追進來 所以目前雙方 但俄軍也沒有積極的想要把 這幾個地方切掉 就你整體的看 你就會感覺說 俄軍在庫斯克這邊 不知道在等什麼東西 但是就累積的兵力來說 他可以才發動一個 大規模的反攻行動 但是俄軍到目前為止 還持續沒有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我們 我們目前還是必須要持續觀察 但是觀察的主要的點 是維瑟勒這邊 大概就是今天明天 維瑟勒那邊 因為烏軍一個旅集的攻勢 大概持續一個禮拜 那維瑟勒這邊已經 就是已經第二個禮拜了 所以我們預估 維瑟勒這邊的變化 烏軍的攻擊動能 也大概就是 今天或者是明天 我們大概就可以對維瑟勒這邊的情況 有一個比較有自信的判斷 會不會其實俄羅斯也希望 烏軍繼續留在這個區域 以目前來說 但是我覺得 這個部分還是得要處理 就是因為這個我們 這牽涉到哲連斯基的勝利計畫 因為我們知道這兩天 哲連斯基因為聯合國大會 那哲連斯基有應邀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哲連斯基也順便 就是也受美國很多 很多政治人物的邀請 那也到了不同的地方 去看了兵工廠 那當然也有很多的爭議 然後哲連斯基到了 到白宮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拜登提 哲連斯基所謂的勝利計畫 但這個勝利計畫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 是依賴在庫斯克上面 所以我們知道烏軍是不可能在庫斯克退 因為你跟美國講你的勝利計畫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庫斯克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無論如何 現在庫斯克比東線重要 因為勝利計畫裡面 並沒有包含東部的戰線上面的 目前所發展的情況 但是勝利計畫裡面 很明確的有庫斯克這一塊 那關於勝利計畫 因為我們要給大家更多 不同角度跟不同方向 所以我們就留在一週 留在明天的一週軍事雜談 來跟大家詳細介紹 那但是這因為跟勝利計畫有關 所以我們必須要特別講說 為什麼烏軍他不會放棄 那為什麼俄軍現在在等 他在等什麼東西 有可能是什麼 我想這些問題我們就留到 一週軍事雜談裡面 再跟大家詳細的分析 OK 好 沃爾承斯克這個 這口冷罩 竟然還有人在燒嗎 對 最近又燒起來 但最近燒到 不是因為雙方有什麼很厲害的發展 或有什麼很特別的進度 只是我們必須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最近沃爾承斯克又成為內宣的主題之一 對對對 因為最近 最近烏克蘭就 就是 因為收回了古財場 那特別他們就拍了那個 影片 對拍了影片 就是那個烏克蘭精銳戰士 衝到那個完全沒有人的屋子裡面去 拿槍掃射一通 那就 你拍起來非常有史實感 看起來就是很像那個 那個 很很 戰爭大片 但是事實上那個地方 俄軍已經撤了 所以 就是 就是 就是宣傳的效果 但是我覺得俄軍這個就 就 有點心胸太狹窄 他 早上 早上俄軍撤 晚上 就開始 烘 古財場 我們現在看到古財場 他沒有一棟建築是好的 因為在 俄軍用了1500公斤的炸彈 用了多管火箭 用了TOS 反正就是這一些 炮兵能夠用的東西 就在一個晚上全丟到古財場 那當然對俄軍的想法其實就很簡單 是 我撤退了嘛 那你一定會想要進來 控制 反正你要拍片嘛 一定會想要進來 控制古財場 因為你需要宣傳 是 所以俄軍就等 烏軍進來控制俄軍原本的 的位置 位置以後 炮兵就直接轟你 那 我們目前不知道 古財場這邊 烏軍到底有多少 但是 以這個攻擊密度的話 大概僅次於現在的狐狸大 所以 對 就 宣傳上 那我們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就原本這一塊是 俄軍控制的 現在已經是 烏軍控制了 好 那再來是 對 這個是我們 其實這是我們在關注 呃 冬天之後 俄軍可能 俄軍可能的 行動的一個方向的 觀察區之一 那最主要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介紹 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這條熱烈別旗河 簡稱熱河 但是不是 中國大陸的那個熱河 它叫熱烈別旗河 因為熱烈別旗河 因為熱烈別旗河 我們知道在 立曼是 在立曼這邊 這邊另外還有一條河 那其實他們最後都流到 北頓的茨克河 那立曼是一個 剛好被夾住的 被兩條河夾住的位置 所以他 他天然的是一個 很好的地理位置 所以你要攻擊立曼 你要越過兩道河 那 以往就是 你從 俄軍從 克爾米納過來 那他就是會遇到 熱烈別旗河 因為你能渡河的點就是這裡 那烏軍在這邊的防禦 他其實很好做 他其實在這邊有 很多道 防線 就是一路縮到這邊 那俄軍你要過河 你等於是一路要打破這些防線 所以 通常 在外圍的進路都很快 但是一進 一接近河邊的時候 俄軍常常就被擋住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從 戰場上面的形式來看的話 俄軍如果要從 克爾米納這一線 你要直接去打立曼 那在這邊 當然也是可以 可是你付出的代價比較大 但是 立曼天生有一個大的弱點 就是你要打立曼 通常都不是從立曼的東面或西面 因為地形的關係 通常立曼 會遭受威脅是 從這裡 為什麼 因為 這個村子如果掉了 那你可以從這邊過來 那聶夫希克或者是馬基夫卡掉了 那你就可以從這邊穿過來 一樣可以 往 由北往南去打立曼 而立曼真正的破口是北面 因為北面相對是一個很平坦的位置 基本上無險可守 所以 對立曼來說 真正的威脅是這個方向 所以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觀察 我們為什麼要觀察到 冬季之後 俄軍會不會對立曼去 去 做 掀起的一些準備 根據 俄軍喜歡用前行公式的 這樣子的一個習慣來說 那他如果要動手的話 他馬基夫卡這邊過河 跟這個 立曼震東 應該會同時出手 對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叫做發展階段 也就是 當你要發展一個前行公式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特別的 前提存在 就是這個前行要能夠打 你最起碼 馬基夫卡跟聶夫希克 你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是你控制 那現在俄羅斯同時 控制兩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 比較確定俄羅斯的 未來的企圖 因為 你可以只控制馬基夫卡 你可以控制 只控制聶夫希克 但是 俄軍的 俄軍目前的企圖是 他要先做一個 清除 熱烈別齊合 東岸的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看 他真正 真正 時機比較成熟 就是聶夫希克的這一面 他繼續把這些範圍吃下來以後 逼近這個 因為 因為烏軍在這邊有防禦陣地 在這一面有防禦陣地 所以簡單來說 俄軍的主要的準備工作 就是做到抵近 抵近到河邊 那你是沒辦法完全控制河的這一塊 因為這一塊 你如果可以控制 那你就直接過河了 這一塊要等到什麼時間 這一塊要等到克爾米納過來 真正形成一個公式了以後 但是一旦克爾米納過來的西部軍區 原西部軍區的這些坦克師 那 當他們前進到這之前 一定會有從聶夫希克過來 或是從馬基夫卡繞過來 因為這樣才會形成一個前行 那以俄軍現在 前行基本上已經是他們標準的配備 那我們就大概可以預期 俄軍如果這個方向想打的話 會以這種方式推進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問 那俄軍打下利曼之後 那俄軍想要做什麼 打下利曼之後 不知道 請老師開示一下 利曼的後面就是斯拉夫亞之客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為什麼是冬季之後 也就是說如果搭配紅軍城 或搭配查舒夫亞 或者是狐利達爾或庫拉或我 我們可以看到 俄軍現在在很 很細心的在調整 這個戰術的節奏 我們如果想 他如果是一個骨牌的話 就是狐利達爾先掉 然後再來是查舒夫亞 再回頭 紅軍城的周邊 再來打利曼 他會形成一個 一個整個防線被撕開的效果 就好像是鋸齒啊 就是南北南北南北這樣 對他就一直拉扯 他把烏軍一直南北南北調動 那你在這個調動的過程裡面 你可以看到慢慢慢慢慢慢 往斯拉夫亞之客的口就打開了 對這個 這個是到了 就是我們預計 就是到了那個時間點 就是我們不知道會花多久時間 但是到了那個時間點 其實離戰爭結束談判也不會太久了 這是我們的估計 那對雙方來說 都想要在戰爭結束的談判前 取得一個比較良好的位置 俄軍會想辦法這麼做 可是現在俄軍 如果這樣子的話 俄軍現在手上 他可能達到的目標實在太多了 利曼、查舒夫亞、狐狸達爾 但是那烏軍就是死走一個庫斯克 不 這裡 俄軍現在還有紅軍城 對 俄軍的優勢是 烏軍送的 我們只能這樣說 你把庫斯克的部隊調一半回來 俄軍進展就不會這麼順利 好 紅軍城又開始 老師前面說的 會不推進 這邊我們要特別解釋 就是 兩個禮拜前 三個禮拜前 希爾斯基有一波增兵 就是一波增援 然後 像 烏克蘭的 七十二旅 然後 其他 從 東線抽調來的部隊 都往 新 新 格羅基夫卡 格羅基夫卡 然後尼古蘭耶布卡 謝里多沃 這一線 就是 烏軍的援軍主要 都是集中在這幾個方向 所以 曾經有 一個禮拜 的時間 把俄軍 從前線逼回來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很多 虛線 這是因為 之前俄軍控制的區域 那 因為烏軍的反推 所以俄軍撤回來 就是我們在地圖上面看到 實線是實際控制線 虛線是他們曾經控制 但是退回去了 那比如說像 謝里多沃的 北面的這一塊 俄軍 曾經 推進到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 烏軍 增援抵達 所以俄軍又退回來 高地 那現在的問題 我們現在發現這一線 其實 現在 現在出現一個 很特別的情況 按照道理講 如果 烏 烏軍 烏軍寧願犧牲 狐利達爾的防禦 來鞏固 紅軍城這邊 避免俄軍繼續深入的話 那他的防線 應該可以撐得住啊 但是我們上個禮拜看到 俄軍又開始在 紅軍城這個方向 開始有大規模的突破 而且紅軍城這一線 烏軍的防線 又呈現破碎化的情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幾個 幾個主要的發展 這幾個主要的發展 都是讓我們覺得 比較特別 第一個就是 針對利夫希克這個方向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鐵路旁的 小高地 這很重要 可是我們看俄軍發布的視頻 跟俄軍發布的戰報 他們 他們並不是刻意要打這個地方 他只是純粹就是 偵查小分隊到這邊發現 沒人 所以他們就進來 進來以後 第二批征員進來 然後就把這個地方 控制下來 好 尤其是像這個 謝利多沃南面的這個 我們看戰線看這麼久 我們也知道說像這種 單獨一根線 然後忽然穿過烏軍的防線 而且像後面的眾生延伸這麼長 這種行動就叫做不要命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一定不是一個 大規模的行動 他通常就是一個 一個小的偵查分隊 或是一個小的突擊分隊 頂多就是 十步裝甲車的規模上下 他可以一路 一路穿到 謝利多沃的南面 而且也是在河這邊 那就表示謝利多沃南面這邊的烏軍 你要不就是兵力不夠 要不就是根本就沒有想到 俄軍會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因為第一個 你連FPV無人機的防禦 你都沒有建立 再來你也沒有什麼炮兵支援 所以這一衝就直接衝到這裡來了 那更不要說 而且同樣的情形 不是只有在紅軍城發生 我們在 我們在 紐約的西面 我們有看到同樣的情況 我們在庫拉霍沃的東面 也看到同樣的情況 就戰線圖 我們等一下看的時候 大家就會知道 最近就是這兩個禮拜 俄軍以往的戰線是平推 最近這兩個禮拜 俄軍有非常多這種 很深入的突出部 而這種很深入的突出部 我們在看戰線的時候 其實就發現 大概就會知道 這一定是戰線出了問題 然後我們最後 因為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不是很理解 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去查 核對雙方的資料 最後我們大概得到一個 一個可能的原因 然後我們先保留 我們會在今天節目的最後面 跟大家公布 為什麼會這樣 OK 不拉霍沃方向也是這樣 對啊 所以這個 生出了一根手指頭 好多根手指頭的概念 對這很特別 比如說像這一個 大家看這個公式 是不是跟上一張的圖 是很接近的 就是他並不是一個 一個 左邊 這是右翼 這是左翼 他並不是一個 你一邊推進 但你左翼跟右翼都會受到保護 所以一定會有部隊 是在掩護你左翼後翼 這完全沒有 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車隊 好像競箱團一樣 他開到這裡 而且還可以轉彎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 理論上來說 烏軍的 因為我們看地圖 我們也知道 烏軍的這裡有一個村子 這裡有一個村子 烏軍理論上他的防線是 村外是有防線的 而且不會只有一個 他有陣地的 那為什麼會讓俄軍這樣 直接進到這裡 而且這裡離 庫拉霍沃只有幾公里 三公里 也就是實際上 當俄軍站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已經可以砲擊庫拉霍沃了 因為他目視 他目視就可以看到庫拉霍沃 而且他因為是目視 所以他的砲擊會非常非常準 也就是 當俄軍前進到這邊的時候 這一線的庫拉霍沃 都是受到火力控制的 那為什麼會 你既然知道庫拉霍沃那麼重要 你也知道俄軍一定會 會往庫拉霍沃的方向走 那為什麼你這一線 會直接讓俄軍打穿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 你既然又派兵 派增援到庫拉霍沃一線 而且庫拉霍沃是有受增援的 他最起碼來了兩個營 那這兩個營的烏軍 為什麼沒有在外面提前阻擋 而讓俄軍直接接近到 因為你俄軍接近到這邊 庫拉霍沃其實已經進入 行動空間了 因為已經可以針對 庫拉霍沃開始做很多事情 那這個突破 我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那再來是 這個儲庫里捏的突破 他也是一樣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東線戰場 看到俄軍幾乎都是 很大膽的就直接穿過 他就 他已經偵查完你的防線的弱點 那直接就穿進去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穿進去 根據俄軍 這是我們 我昨天 昨天在電報社群裡面看到 幾個 幾篇就是針對 這些突擊隊員的訪問 這些突擊隊員的說法 跟 跟我們之前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樣 這些突擊隊員的說法是 很多是他們 經過偵查以後發現 烏軍在這個地方的據點 並沒有防禦的人力 那你沒有防禦的人力 人家就進來 而且 過往他們發現 他們進到一定眾生的時候 烏軍的 機動防禦會過來 就因為兵力不夠 所以 你把兵力集中 他會採取機動防禦 可是他們 因為他們本來就預期 烏軍會 會反擊 所以 當他進來了以後 他們就開始做防禦的動作 等半天 烏軍的機動防禦沒來 所以 他們就控制了這邊 然後呼叫後方來征援 據點就是這樣子拿下來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我們有兩個推測 第一個就是 烏軍的增援在這邊的載具 是不夠的 喔 那他的載具到哪裡去 庫斯克 現在庫斯克成為一切的答案解答 對 庫斯克優先 因為我們在這邊 我們看到很多視頻裡面 這邊的 很多的 烏軍 很多烏軍的載具 已經只能自己用民用車了 那 那一批北約給 就是從 今年前半 今年上半年北約給的 那一大批 載具 就我們看 北約跟 看歐洲 或者美國的原住清單裡面 當然很多載具 那些載具在哪裡 在庫斯克 這是第一個 讓機動防禦跑不起來 缺乏載具 第二個 東線的能力是真的不夠 OK 好 現在看起來 庫拉霍露真是一步步被逼近 但是呢其實滿臉意外就是原本還在關注紅軍城 跟庫拉霍霍 甚至查舒夫亞 沒想到 狐狸達爾 對啊 出事了 突然出事的是狐狸達爾 那狐狸達爾 狐狸達爾的 烏克蘭的 原本的主要防禦是 72旅 就是 烏克蘭的第72機械化步兵旅 那 之前兩年他們在這邊守 守的 俄軍非常的痛苦 不然一五五海部就是 就是敗在他們的手下 那最近為什麼會出事 就 紅軍城一發生問題了以後 因為東線的兵力已經不夠 因為 他們的預備隊已經先被西爾斯基調去 庫斯克的方向 所以沒有辦法 這個時候 大家就會跟問 西爾斯基 那增圓了增圓了 所以西爾斯基只能 只能調72 為什麼 西爾斯基當過72旅的旅長 所以 其實東線 東線的各個旅 其實指揮官大家都知道 72旅其實是 西爾斯基的嫡系的旅 所以 過往很多艱苦的戰鬥 72旅都沒有參加 不管是從 不管你是在 去年的 雜坡羅勒的春季反攻 還是阿富迪夫卡崩潰以後的救援 亞素旅都被丟到前面去當炮灰了 72旅還沒動 所以 72旅的工作很簡單 他就是守住狐利達爾 為什麼 這個工作要交給72旅 因為狐利達爾很重要 大家如果看整個烏東戰線的情況 我們可以 我們大概可以理解說 整個烏東的戰線 大概是一個這樣子的L型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L型 那頓列次 頓列次克紅軍整在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 雜坡羅勒 雜坡羅勒 然後在 這個L型的轉折點 就是狐利達爾 就是狐利達爾 那你如果狐利達爾掉了 俄軍可以拉平這一塊 那 因為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兩年前 俄羅斯要一五海步履 犧牲這麼大也要打狐利達爾 因為 我記得當時 老師在講狐利達爾的重要性的時候 就是 大家都知道說去年 有一個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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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大反攻 如果 俄羅斯能夠更早一步 控制住 狐利達爾的話 那個南部大反攻的所有部隊的側翼 都在狐利達爾的威脅 那個反攻 反不起來 就不會有那個反攻 但是 關鍵就是 俄軍攻不下來 對攻不下來 因為七十二旅在這邊把 狐利達爾守住了 那今年這個情況又很特別 今年情況又是在一個 非常特殊的情況底下 才能發生的事情 那 第一個就是 紅軍 紅軍城 因為夏季公司 所以紅軍城被 紅軍城那邊的情況很危急 那 再來就是 夏季公司的後半段又發生 就是 烏軍又去打 庫斯克 導致兵力又更不夠 所以 你必須要抽掉 額外的兵力去 防禦紅軍城那個方向 那你只能抽掉 狐利達爾的這一線 那狐利達爾這一線就是七十二旅 所以七十二旅 有一部分到紅軍城去 那剩下來 七十二旅的防禦兵力不夠嘛對不對 所以 就給七十二旅一個大家的好朋友 又是110嗎 對 又給七十二旅大家的好朋友 但是這個整個的突破 其實真正的關鍵點 並不是發生在 狐利達爾本身 狐利達爾本身的防禦 還是做得很好 真正的問題是出在 更旁邊的這個 我們上次有講 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的防線被突破 它就會形成一個包圍之局 對 那這個 這個點又 這個點位又剛好是 110跟72的交接的位置 所以到底誰先跑 其實我們也 反正都跑了啦 但是 到底是110先跑 還是72先跑 我們其實並不太知道 我們其實並不太知道 但是我們從視頻裡面看 大量的烏軍跑 可是因為我們從視頻上面看 大家都赤腳走路 完全沒載具 所以 到底是110先跑 還是72先跑 還不好說 可是無論如何 因為 狐利達爾的 狐利達爾的 側翼崩掉 所以 變成說 外圍的陣地要逐漸回撤 一直往狐利達爾側 就導致你在撤退的過程裡面 現在 俄軍的打法已經不是155海部 當初的那種打法 所以俄軍 我們前面之前有跟大家介紹 俄軍 因為你這邊崩了 所以俄軍有一個前行的機會了 那 前提就是礦山要有嘛 你只要拿下礦山就可以控制 狐利達爾 所以 同一個時間 俄軍猛攻礦山 然後把礦山拿下來了 那你礦山一拿下來 這邊再繼續推進 你就會被合圍啦 你就會被圍 你就被圍 但是 其實這種圍還很脆弱 因為 烏軍還至少還有一條 因為他後面有一個村子 他至少還有一條補給線 他至少還有一條補給線 雖然這個路況比較不好 但是他這邊還有一個補給線 然後 這條補給線是受到 這一整片的防禦陣地保護 嗯 然而 就是 就是退著退著退著 就是 退著退著就擋不住了 所以這邊其實並沒有多 嗯 俄軍並沒有在這邊多做攻擊 為什麼 因為 俄軍根本不打你這個 這個防禦陣地 他直接從後面繞 所以你這個防禦陣地 就等於沒有用 我不從 我不從這一面來切你 我從這一面來切你 所以現在的形勢 就 迫使在外圍防禦的這些烏軍 必須要進到 胡利達爾城區 嗯 所以目前胡利達爾城區 的烏軍的數量還 密度還蠻密集的 就是我們預估啦至少還有一千 一千人 至少 嗯 對目前至少一千人 但是 現在所有 胡利達爾對外的道路已經中斷了 那 就在 就在 呃 胡利達爾 外圍防禦陣地 側進去 胡利達爾的那天下午 俄軍就從南面別墅去攻進城區了 這個速度也是超過大家想像 但是因為攻進城區以後 這一塊 這一塊高樓區 這塊高樓區 目前 就比照阿特木的情況 你現在要硬攻這個 你要犧牲很大 而且你現在又沒有瓦格納 所以俄軍現在 俄軍的指揮部已經下令 不能正面打 就圍著你啊 就圍著你啊 所以現在俄軍的策略就很簡單 他現在就是 因為 俄軍的指揮部已經下令 俄軍已經沿這個高樓區 已經建立 防禦陣地 因為這邊有很多高樓 所以很好 這個陣地都是設在 要不然在高樓 要不然在地下室 那因為這是一個 蘇聯時期的小鎮 他是一個 很堅固嗎 樓房很堅固 他 看那個視頻 他那個柱子 大概 大概就跟我們的那個 大樓 就是很多 921地震以後 新蓋的大樓那個柱子的規範 他那個柱子比那個還出 這大樓很難炸 就是你即便 除非就是 滑翔炸彈直接命中 就算直接命中 那整棟大樓還不一定會垮 這蘇聯時期蓋的房子品質很好 然後現在的 現在俄軍在這邊做的事情 就至少俄軍會在這邊 用火力投射一周 烏軍要在這邊撐一周 然後你外圍的物資已經進不來 為什麼俄軍已經控制這個區塊 你的土路 因為這邊有一條土路 然後連到後面去 這個土路不是道路 他只是 只是車子可以讓車子開 比較平坦 那你對外的主要的公路也都斷了 所以 俄軍我們預估俄軍真正開始 胡利達爾的工程 我們看 前面已經過去 9月30 前面已經 沒有 他前面接近的時候已經兩天了 所以他大概從928教師節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的預判準不準 大概928 928 929 930 然後再來是10月1號 10月2號 我們預估會在10月3號到4號開始 俄軍才會開始對城區動手 就是先惡他一個地方 為什麼其他的地方 俄軍可能火力準備兩天三天就結束 為什麼這個地方需要火力準備一周以上 因為它是一個蘇聯時期的建築的地方 它削弱防禦能力的時間要花的比較 那外圍咧 他會把它合圍起來 外圍已經沒有了 後方 那個路已經不能走 而且接下來會下雨 所以俄軍不會整個包圍 就圍三缺一 因為他們上次吃過整個包圍的虧 就是在北斷捏刺客室的時候 那你要 因為你被圍 所以他遇到的抵抗強度很強 所以後來俄軍就基本上不做全面包圍 馬里烏波爾的經驗也給他們 所以他想要像阿福蒂夫卡一樣 最好狐狸達爾的守軍還 開始撤退的時候 他還可以追著他 但是現在狐狸達爾的守軍 目前就是為什麼不撤 因為在地下室裡面 他們有之前儲存的 銀水糧食物資 再加上那是一個 這是一個蘇聯時期蓋的 所以你要完全破壞它比較難 但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 這些糧食物資彈藥會消耗 到底怎麼樣接近別墅區的 我記得老師之前有講過說 礦山那邊有炮兵 跟狐狸達爾的高樓區是互相支援的 所以他是先拿下礦山 那怎麼拿下礦山 礦山之前有講到說 它的困難點在於說 它就是礦山 所以它會有很多那種就是 什麼坑道啊 然後很多山洞啊 因為 兵不在了 因為上去了就沒兵了 所以俄羅斯在打 他們原本預計礦山很難打 是啊 那就是它有很多通聯的通道 然後又有很多 比如說炮兵可以 可以藏 可以藏著火力的那些坑洞 因為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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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程打過這裡 之前打礦山是派車程 車程都打不下來 嗯 那現在是 現在是頓捏刺客的 頓捏刺客的老兵上去 那他們上去其實 礦山沒幾個人欸 喔 所以你說怎麼辦 還是一個兵力被抽空的問題 那就兵力被抽空 那現在南部這一大塊 還是地雷 還是全部都地雷 所以基本上 為什麼不走南部走 為什麼這邊 為什麼這邊 俄軍還是沒有動作 因為沒辦法 你必須要大規模拍的啊 他到底怎麼樣摸到別墅區的啊 這邊有個 這邊有個 這麼快突進城內 這邊有個 摸別墅區這個 這是俄軍學怪了 俄軍是先用 先用那個多關火箭 在別墅區的南面這邊砲擊 用砲兵掃雷 嗯 對他是 他是整個用砲兵清完別墅區的南面 然後這邊的車子才有辦法前進 因為他也沒辦法用人力掃雷 所以他處理 處理別墅區這邊的方式是 用砲彈 砲彈奪 所以他是用 我們知道 蘇聯有量化砲兵嘛 嗯 所以他是直接把地圖上面 一格一格標起來 然後全部炸過去以後 清空了一個通道 然後 俄軍過來 OK 好 最後 老師來看看重要事件 要解答稍早之前 為什麼會有出現這麼多 手指頭式的這樣子 對 豬土猛進的公式 對 是因為 這個空拍譜告訴我們什麼故事 這個是 這是 親烏克蘭 立場比較親烏克蘭的軍事博主 他發出來的 那 因為現在烏克蘭內部也在針對這個事情 就有很大的爭論 這個是 紅軍城周邊的 烏軍陣地的空拍 那 用我們看 我們節目帶大家看過那麼多的 那個 戰壕系統 戰壕體系 那像 像這樣子的 很明顯的嘛 像 像這樣子的戰壕 是不合格的 寬度夠 但是深度不夠 這個一定都是那個 就是類似像怪手這樣子 哇 這就意識意識過去 然後 所謂的掩體也不是沙包 是輪胎 是舊輪胎 而且 這不是沿體吧 這只好像被丟在那邊 對啊 那 這個 理論上來說 這樣子一個 你 你既然已經 堆 堆出來這個小山坡 所以你一定會有標準的 戰壕的結構 那也沒有 就根本就是 就挖了 然後 反正 政府發包嘛 那我拿了 因為這個 這個一定是拿政府的錢做的 發包了 然後我應該 這個 終結的位置 應該會有色口 就是 戰壕結束的位置應該有色口 也沒有看到 那你就更不要看說這個 你 你 你這種直線的戰壕 你有挖跟沒有挖是一樣的 所以 像這個 這個 這個沿體 都是不合格的 嗯 但是 花了很多錢 而且 就在紅軍城的外面 那 這個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在 基辅的要求底下 趕快去興建 就是那時候 俄軍其實還沒有逼近紅軍城 那時候就已經開始興建 那那個時候的 蓋的防禦公式是這個樣子 你要叫後來增援的 因為你後面增援部隊 他要守這種防禦陣地 你叫他怎麼守 他是沒有辦法守的 然後 當然 並不是所有的 所有的防禦公式 都全部都長成這個樣子 而是 你在一個標準防禦公式 跟標準防禦公式的中間 出現了很多像這種公式 那請問你如果是俄羅斯指揮官 你看到這種公式 你會不會直接就輾過去 對 那輾過去以後就會 就會長出 你就會繼續往前深入 所以就會長出那個 那個很長的突出步 那很長的突出步 其實被突破的位置 通常都是像這種 這種等級的防禦公式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好的理解說 因為他不是全面 他並不是說所有的防禦公式都長成這樣 而是 你在一個完整的防線裡面 有幾個區域的承包商 給你做的防禦公式是這個樣子 那俄軍就一定會從這幾個區域突進來 那我們看到情形就是 就是看到很多 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早些哈爾科夫不是也被烏克蘭自己檢討 說你公式怎麼做成這樣 對 那現在紅軍城周邊又出現這種 這個甚至比當時 比哈爾科夫還誇張 對 比哈爾科夫還要爛 而且 他還是有龍牙 這就很奇怪 他一樣有龍牙 但他龍牙一樣 就是卡車載來了 然後那個一到 就對在旁邊 他就是交代過去 可能拿到了包商 包商拿到了之後 就是 反正你將來之後被炸爛 那我隨便弄弄 我錢收了就這樣 對 但是這跟我們接收到的訊息很不一樣 現在哲戀斯基有勝利計劃 但是你的勝利計劃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非常難以達成 好 今天非常謝謝 就是你老師來跟我們講的 烏克蘭戰場的最新情況 那我知道本週其實大家有關注 非常多的這個軍事議題 尤其是像是以色列 還有包括像是這個 東風 彈道 飛彈 然後這個我們會在明天的 一週軍事雜談當中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